今日微博风暴 甘肃部分农村按女孩学历锁彩礼 在甘肃一些农村按姑娘的学历来作为索要彩礼的标准 通常价格是本科十万大专八万中专六万 而父母之所以会这样算彩礼 是因为他们供女儿上学借债付出了这么多学费 一路飙升的巨额彩礼让个别地区的农村小伙是忘婚兴叹 在高价彩礼的困扰下 有情人成不了眷属 无情人却被阴差阳错的绑在了一起 网友查头排人说 还真是知识改变命运的 以此类推三好学生优秀学生干部 奖学金获得者优秀共青团员等等等等 都可以加价了没 网友圆柳听说 支持在重男轻女观念浓厚的地区 大力推广彩礼最好制度化 网友深陷美剧的猜猜说 我觉得没什么问题啊 人家养个姑娘那么大了供她上学 有学历以后能嫁个相对条件好点的男人 都要点彩礼不正常吗 除非杜绝彩礼 可是在农村可能吗